大家好 这集神体验 我带大家去揭秘 如今很火的一个概念 电脑也揉进了更多AI的元素 那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现在最新的跟AI有关的电脑 它到底什么样的表现 好吧 那咱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嗨聊的模式 让这个AI小天给我介绍一下他自己 你给我介绍一下 Yoga Air 14s小龙AI元起这台电脑 响了一下 Yoga 24秒小龙AI元起 是一台超轻薄的笔记本电脑 它采用全新的ARM架构处理器 搭载小龙AI平台 提供了更快的唤醒响应速度 启动操作速度和AI创作速度 这款电脑特别适合追求 极致轻薄和高效工作体验的用户 它的设计旨在带来更加自然的实体 自己带了一些理解在这里 他说的是描述 而不是参数配置送读 有点意思 你给我介绍车评人寒露 寒露作为车评人 他经常通过各种媒体渠道 如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 分享自己对于汽车的看法和试驾体验 他对汽车的了解和见解深受观众欢迎 寒露的车评风格通常比较贴近消费者 他能够站在普通用户的角度去评价汽车 这使得它的内容更易于被大众接受和理解 寒露的车评不仅限于车辆的性能和数据 它还注重于汽车的实用性 舒适性以及性价比等方面的评估 它的观点常常能够帮助消费者 在众多车型中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同时寒露的车评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总的来说寒露以其专业和亲和力 在汽车评测领域 说了点片段话 我再问点具体的 你给我介绍一下寒露游记的这档节目 寒露游记是寒露推出的一档节目 它在节目中不仅分享了自己对汽车的见解 还将镜头带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 在这个节目中 寒露结合自己的汽车知识和旅游体验 带观众一起探索了 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美景 同时也展示了他自驾游的丰富经历 节目中 寒露不仅仅是车评人 更是旅行家和探险者 他已经有一个问题 将汽车评测与流结合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和知识体验 他的节目不仅提供了汽车的实用性评价 还增加了旅途中的趣味性和教育意义 让观众在心 不听完了 这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电脑 对不对 介绍的还是很好的 寒露游记有没有什么代表作 寒露游记确实有一些代表作 此外寒露作为汽车之家联合创始人 连续做了16年的汽车评测 并且自驾游遍了祖国的美景 他的节目内容丰富 带观众探索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美景 寒露在节目中不仅分享了自己的汽车知识 16年说的挺准的 说的其实还是挺准的 尤其是十几年的工作经历 这些的素材其实在外面没有那么详细的数据 这也是靠AI对数据进行一个总结 在提炼之后才能去输出的 看完刚才AI部分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AI的信息并不是那种网页的公开性的信息 比如说什么寒露工作的16年这种的话术 也是源自于它整个AI对于信息的提炼理解之后再输出 所以这就是AI能帮助我们做的很有意思系列的工作 我们今天测的这台鸟刚才前面已经提过型号 它的型号是Yuga的Air14s小龙AI缘起 我们今天就核心的先拿它的AI的几个功能 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一个 接下来还有三个功能 咱们逐一的看看现在AI能对我们的正常的生活业务 包括工作有什么样的轻微的改变 使用功能之一是可以AI生成PPT 只要我们给出一句话 它就可以按照这句话来生成一个完整的PPT的结构 这个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省事比较强大的 它给你了一个PPT的思路 你可以把需要的部分直接保留下来 觉得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继续的输入 告诉它应该怎么进行调整 调整完之后 下一步就是选择风格主题 它可以根据我们选择的主题 做出一个完整的PPT 就省掉了很多的设计环节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确实是提高效率 AI的图片生成 这个功能的网站版跟手机版 其实大家已经用得非常的成熟了 直接在AI的系统里面做一个实用性的工具 也能应急的解决一些图片创意跟创作的问题 确实也是能提高我们的一些工作跟创作效率 个人知识库的AI功能 我觉得实用性其实比上面两个不差的高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所有的学习资料跟日常的工作资料 上传到自己的AI知识库里面 AI就帮你进行一个归纳总结文档里的内容 之后你就可以有目的性的去询问 这个AI系统你想要的部分的知识 可以问的相对模糊一点 它就根据自己提取出来这些知识点 来给你进行一个汇总性的输出 这个对于快速学习来说 包括精准找资料是很有帮助的 实现刚才的这些AI的效果 这台笔记本自身的这些的参数配置 跟素质本身的重量还是比较轻的 1.29公斤 最厚的位置也仅仅是12.9毫米的厚度 同时屏幕的方面 14.5寸 2.9K的分辨率 90毫升刷新 P3广色域 OLED材质 也可以支持触控 那就非常的好用了 这台是32G内存 1TB的存储 核显 同时在电池的方面 它上的是70瓦时的电池 揉在这么小 及这么轻的一个笔记本里面 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它的整体续航会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它自身的接口方面 有三个全功能的USB-C的接口 都是可以用于充电跟传输具的 并且都是速率最高 左侧是两个 右侧这边有一个 同时右边这块有物理的摄像头 关闭的按键 这点还是不错的 另外U个系列的键盘始终是比较好用的 整个的键盘的形成 包括回弹的手感 是很接近于很多的 个头比较小 形成比较薄的 普通单独的台式级电脑的那些的键盘 所以搁在一个笔记本电脑上 这是我用过手感最舒服的键盘 几乎是没有之一的这一系列的电脑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它的整个最新的骁龙的芯片 现在PR跟AE的这两个视频的软件 是不支持的 如果你想用它剪视频的话 用剪映是可以支持的 这时候很多的朋友就说了 我那么感觉这台电脑 透露出来 AI能改变我生活跟工作的地方 有一些 但是刚刚开始并不多 没错 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电脑 有关 AI的这个东西 今年是元年第一年 才陆续在各种各样的处理器里面 揉入更多的神经网络 揉入更多的AI相关的功能 但是我觉得仅仅是开始的元年 就已经体现出它的威力 比如说我就可以问出 克里亚古道的事 问出寒露游记的事 它就可以给你一个完全知识的黑盒子 迅速的带你 领略到了这里面很多的知识 你不用费尽巴拉再去网上去查 给我介绍一下寒露 关于克里亚古道的节目 寒露的节目是寒露游记 他们穿越了非常艰难的克里亚古道 这个节目分为剩下两集 展示了这条古道上的各种复杂环境 和仰望U8车型的驾驶表现 节目内容相当壮观和刺激 展示了克里亚古道的极端路况 它所描述的东西是经过 不仅仅只是参数配置送读 而是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跟汇集跟汇编辑在输出的能力 另外比如说AI的PPT生成 包括一些AI的图片描述 你之前日子里面你想描绘一个根据你的讲述 而出来的一个画面 你得需要一个很好的画师 画师是很贵的 画师是很难找的 尽管它输出的图片肯定跟10年之后的 AI输出的描绘的图片差别很大 但是今年刚起步 它已经可以很大程度内的帮助你去解决了 你讲 它就给你出你想要的大概方向的一个影像 包括声音包括文字 这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我们搁在元年的日子里面 用了这样的设备 我们以未来迭代的角度去看的话 很明显AI是在一个迅速改变我们生活跟工作的路上 我觉得在5到10年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强化我们的能力的话 很多的工作确实会被AI所取代 所以镜头前年少有为的您 赶紧借助现在AI的水平去改变自己的很多的能力 要不然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对吧 一方面是进步 同时也在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压力 对吧 咱们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